你今年還有解說兩件事情 滿罐砲跟再見全雷打 台東那個時候 我們同事吼到不行 這場播台 這兩通要不要幫我們回應一下 就也是蠻妙的 就... 這麼慢才... 這麼慢才打出來這個... 就怎麼講 其實我不會想要打全雷打 對 我在打擊的時候 慾望是比較想要 我怎麼樣把隊友往前送 或者是我要怎麼上呢 比較... 就是那種 我想要打全雷打的那種心情 所以... 我也不會講 打全雷打真的就是一瞬之間 就掌握到那個節奏 然後打... 你有去... 揮集到甜蜜點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然後能夠打... 再見全雷打能夠打滿關全雷打就是 剛好那個時機點對了 對... 他自己出來了 對... 有雞皮疙瘩嗎 那兩次 打到的時候就是... 這種... 嗯... 因為都會一直幻想 很好我打全雷打的時候要怎麼樣 我打滿關全雷打的時候要怎麼樣 結果其實沒有 你上去打的時候 你不會去想到那些 都忘記要怎麼... 你完全不會想這些 那都只是我們在... 平常自己在那邊幻想的時候 我打全雷打要怎樣 在那邊跳要在那邊逼什麼 結果... 你自己打全雷打的時候 還不是就跑一跑回來 知道大家都在那邊亂跳了 就是爆在一起 對啊 所以... 嗯... 我很難... 很難講解那個... 過程中... 嗯... 的那種體會啦 因為你都忘了 你只會想說... 哦... 要踩雷包 這幾年... 球迷... 這是... 我發現... 大家會稱讚你說... 現在跑起來變腿隔 哦... 然後有一個... 單場有三道嘛 對... 在台北... 我要再問你一下 當天跑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可能那天身體特別輕嘛 可能前一天吃的東西比較少 哦...腳特別輕 所以... 多跑一點好了 到那天下來休息室有沒有... 虧陳一片 我一直在釀子豪跟姬那邊 嗯... 我... 三道哦 我一直釀他... 釀他們啊 什麼時候要跟上是不是 什麼時候要換你們 沒有 平爺一開始 他剛來的時候 他也有跟我講說 你今年... 應該可以跑五道吧 這麼少 他說五道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上班機就要超過了 對啊 他說真的假的 結果後來... 上班機好像... 跑八次吧 然後後來腳受傷了 我就開始沒跑了 好... 因為首先我不是... 腳是很快的選手 好... 可是你抓的時間 就是... 解讀 就是解讀嘛 開始在解讀 到了會去解讀的年紀了 嗯... 所以後來成功率累積之後 你獲得綠燈有變多嗎 我都是自己跑 就是... 不像安好的到雷 比較不會被人家發現 哈哈... 17那個時候 經典賽 我覺得是一個肯定 因為你前一年打得非常好 那去看了一下各國的好手 我覺得應該也有一些收穫 可以分享吧 到很快其實明年又有... 最近要交大名單了啦 跟一些球評聊 其實還滿看好你這幾年都有 在打擊跟守備 尤其守備的進步 其實滿有可能會... 會在穿上中華隊的球衣 你對今年賽的... 先聊經驗好了 上一次看到學到了什麼 上一次去... 剛剛好... 上一次... 是最小的 年紀最小 然後就是看學長他們 看學長他們打 因為那時候幾乎都在板凳而已 幾乎都在板凳 然後去看每一個國家 在這麼高強度的比賽中 他們的選手 是怎麼樣去表現 對...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打這樣的比賽 對... 那看... 也吸收到滿多的啦 然後也知道說這種... 短期比賽真的就很難講 很難說 然後... 每一個比賽的發生 他都有可能會影響到整個戰局 對...每一個比賽 那個緊繃度是不是... 不牙瑜 電視前沒辦法想像 對...你想像不到的 那種... 在場上的那種壓迫感 就是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呃...一種... 好像... 這個球場內是這樣壓著的 對...你是被壓在這個裡面 所搶還要往前 對... 你是被那種... 氛圍啊... 張力啊... 就是... 壓在這個場上 對... 就是看誰去突破這個... 這個... 這個關卡 誰突破了... 那個... 那個... 氣勢一出來... 那個感覺就... 又不一樣了... 對... 就是看誰先去突破這個... 不過這幾年台灣的羊頭其實... 對...真的... 這幾年... 現在肢力越來越強... 對...最近... 骨頭速度也越來越快... 對... 是不是對打者其實... 大家現在競爭刺激上... 對... 也會比較快... 因為... 這幾年的羊頭真的... 都很強... 對... 都很強... 然後... 本土的投手... 最近幾年... 也是都成長得很快啊... 就是隨著... 運動科學... 來提升... 投手的一些... 穩定性啊... 球速的... 身體數值... 對... 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啦... 對啊... 就是... 就是... 投手也是越來越強... 那對於打者來講... 當然就是... 投手在強的時候... 我們也要想辦法... 讓自己... 去... 能夠在場上... 跟他們做... 應對嘛... 對啊... 就是... 投手開始搶搭著... 也會有相對應的... 成長... 對啊... 這都是好事啊... 對... 講到學習對象... 恰哥絕對是你... 過去幾年... 不管恰哥是什麼樣的位置... 你也都... 我知道你跟他有蠻多... 互動也好... 或是你也會跟他聊... 恰哥是一個... 什麼樣的相伴... 他喔... 他對我來講就是... 像哥哥吧... 對啊... 他對我來講真的... 蠻像哥哥的... 對... 年紀比較大哥哥... 這一段我們要標註... 沒有... 趁現在可以講他一下... 不然他很久都沒有來看我們了... 因為在二軍比較麻... 嗯... 我會請教... 我會去請教說... 在場上... 要做些什麼事情... 嗯... 然後他都會... 用他的一些... 方式跟他的一些... 經驗譚... 嗯... 來... 講解給我聽... 對啊... 他的講解是... 嚴肅的嗎... 比較震驚... 他如果在講正事的時候... 他會比較震驚... 但是... 你是稍微歪掉... 他就開始歪了... 他會被你拖走... 你稍微歪掉... 他就開始歪掉了... 不行... 我要幫恰哥... 維護一點形象... 這個... 沒有啦... 因為就是我們在... 私下的時候... 比較熟啦... 對... 就是... 我們知道... 我們先... 把我們想要談的話題... 想要問的東西... 想了解的東西先... 跟他... 講完之後... 我有得到一個... 還不錯的回復之後... 就開始... 開始帶歪了... 就開始聊別的...